大家好 終於可以和大家分享這個小王子的偽想世界75週年展 之前在台北華山文創區有一個展覽 當日就去買了票入場看 我問他可不可以拍東西 他說可以 沒問題就隨便拍 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一入場他會給你一個手帶帶 看到作者的生平 還有一些小王子裡面的金句 好 拍一下作者的生平 現場都是音樂的 不過版權問題 所以我就先關掉 幸好那天下雨 還有我很吻水 最後那一場入場的人數是下午5點 我差不多成 4點57分 才去到門口買票 還要去到的時間 還要找一找究竟在華山文創區的哪一部分 因為那裡有那麼大 幸好 有些互動區可以按來玩一下 沒有反應 不太行 這裏一開始就想介紹 小王子的世界 究竟是怎樣 即是他住的星球應該是怎樣 挺有趣的 有些沙 好 我再試過按了 其實已經 這個私人獎是真的 是刺的 拍一下怎樣 有些互動的都挺有趣的 有些小小的 燈光的效果 雖然沒有我預期中的講完整個故事出來 不過 一些我很喜歡的部分都有 例如 小王子看日落 小王子 搞那個 樹 還有玫瑰 人不算太多 還有 入場的費用也有少少貴 不過不要緊 都當是看看 雖然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完整 將整個故事 就寫了出來 還有有時候看到小王子 會動一下動一下 感覺 挺有趣 還沒碰上去 已經會有互動的效果 沒有了 是沒有的 他說叫你 輕輕點一下就可以了 在這裏了解一下小王子的 世界都不錯 拍下了這裏的金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一段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形象化做了出來的 挺好的 那他寫著什麼呢 要知道 人特別 在憂傷的時候 就喜歡看日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那也都在說 小王子 就跟 作者 分享 有一天 他看了44次的日落 小王子就說 當一個人不開心的時候 總是 會很喜歡 看日落 然後 作者那句 為什麼 小王子會 那麼憂鬱 其實他在 星球上面 無憂無慮 有什麼好 值得那麼憂鬱 是不是 有什麼不開心呢 有時候 只有自己 會寂寞 小王子 因為 其實一開始 他自己 在那個星球上面 他不單止不知道 什麼叫愛情 甚至 他連憂鬱 都不知道是什麼 只是知道 有一種這樣的情緒 所以 有時候沒有辦法 他在這個星球 遇見 玫瑰的時候 他不單止 剛才提到的 愛情 不知道是什麼 甚至乎 連憂鬱 連自己 去對 玫瑰 的情感 究竟是什麼 他都不明白 例如 照顧他 或者覺得 玫瑰 有些脾氣 很高傲 他不懂得 同一時間 處理那麼多 不同 複雜的 性格 和情感 在裡面 所以 他到了 想離開 這個星球 那一刻 他都不太明白 究竟 為什麼 玫瑰 跟他說 如果你想走 你就離開 就算 玫瑰 跟他說 是愛他 他當時 都不明白 有時 人的東西 可能都跟 小王子一樣 他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會那麼憂傷 或者 他可能自己 心靈上覺得 有缺失 或者 覺得自己 一個人 是很寂寞 但是 雖然 看到 他看了44次的日落 即是 他的憂傷的程度 可以說叫做 一日要承受44次 我們可不可以反過來想 他如果把椅子 做了一個反的方向 即是 他能夠 每一天 看44次的日出 如果 他覺得 看日落是憂傷的話 看日出 是不是相反 即是代表自己很開心 其實 當時 看到這一段的 內容 我自己都會覺得 能不能夠 給他 可以 叫做 開心點 試一次 或者他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 轉著面 或者用另一個角度 反方向 去看 那個人 會覺得開心很多 有時 人就是 這樣的 當你 不開心的時候 就算你 更加 開心的 更加 有趣的 你去看 其實 你都沒有心情去看 所以 為什麼 小王子 只說 喜歡看日落 就是這個意思 即是他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會那麼憂傷 更何況 作者 這樣問他 你有什麼 要那麼憂傷 那時候 他還未遇到 玫瑰 所以 他其實去到要照顧 玫瑰的時候 因為玫瑰 會 懂得 跟他互動 懂得跟他 說話 而另外那棵麵包樹 不懂得跟他說話 是不是 亦都沒有跟他產生什麼互動 所以呢 有時 人就是這樣的 你有一個 互動的話 或者有那個叫 關係 也是慢慢透過我們的互動 而產生的 那好了 再說回 另一個的主角 就是 玫瑰 不過 你跟我一樣傻 但願你能夠幸福 將這個玻璃罩 丟到一邊吧 我都不再用得著他 那其實 是 傻與不傻 有時都 挺難去界定 我們經常都說 愛情 會令到一個人盲目 也都會令到一個人 會變得 去 比較上是 叫做傻 傻的定義是怎樣呢 每個人都不同的 有些 男男對女 他們談戀愛的時候 都會跟他說一句 哎呀你真是傻啊你 你真是傻豬 你真是傻豬來的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這句話的 那 雖然玫瑰 他都希望小王子能夠 離開這個星球 去追尋 他自己 想看的世界 究竟是怎樣 我們就嘗試想想 但願他能夠叫做幸福 他是不是真的叫幸福呢 當然 他覺得 如果小王子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面 他們兩個 都不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想過 因為 小王子 沒有在外邊 去到不同的星球 沒有去到地球的經歷 他都不明白 什麼叫做愛情 什麼叫做玫瑰 在他心目中來講 是獨一無二 他永遠都不明白的話 就算他們兩個在一起的話 其實 都未必 小王子 懂得去珍惜玫瑰 雖然你說不是 他有照顧他的 有幫他 遮風擋雨 有幫他淋水 又跟他聊天 有時候會鬥氣 但是 真的 小王子如果 他不是 去到地球 看到 成千上萬的 玫瑰 亦都沒有遇到狐狸的話 他又怎會 懂得珍惜 或者是怎樣才 會 有這個機緣 去了解到玫瑰 為什麼 會是獨一無二 就算 世界上有萬千那麼多的玫瑰 他心目中或者 他自己 去栽培 他用心 去照顧的玫瑰 才是真真正正的獨一無二 所以這個故事 我自己覺得 充滿著一種 無奈 在哪裏 時間上的偏差 大家可能 你有時人就是這樣的 你會在 不同的時間 遇到一個 你 認識得到 或者不同的人 同事 什麼都好 當時候 可能你會發覺 咦 我好像 跟他 就是這樣 但是 當你年紀漸漸長大 或者 你真的要有某些東西 你 你才明白 他對你的重要 你 那一刻 想珍惜 其實 小王子的故事 雖然到最後的結局 我們不知道 他被那條蛇咬完之後 是不是 能夠他的靈魂 或者他 另一個的他 真的能夠叫他回回自己的星球 這是一個open ending 你也可以說一個 好傷感的故事 就視乎你自己怎麼看 那其實 講到了 大家 很多時都會這樣的 你遇到的人 或者你過後才會懂得去 後悔 或者 你過後才 明白 為什麼 當時候 會這樣遇上 或者當時候的 情感 或者可能你會覺得 哎呀 好像叫做 很有遺憾 人生 就是充滿了那麼多的遺憾 那下一節 再跟大家 繼續看這個 展覽 今次看著第一部份 希望大家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先別忘了 就此為止 有 外奔 是 我 都 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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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